18号 国家十三五重点文化工程位于河南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隋唐大运河始建于公元605年 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和枢纽城市 至今还保存着通缉区洛阳段 寒家舱 回落舱等大量珍贵的运河遗产 2014年6月 寒家舱160号苍遥遗址和回落舱遗址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典型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据了解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经过18个月的建造 整体以运河园 隋唐运 合落记为设计理念 占地约47.7亩 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 展厅共有三层 展出了近400件套大运河相关文物精品 包括西周回字纹青铜顶 唐三彩天王涌 寒家舱19号姚客明砖 洛阳运河1号 2号古城船等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打造一座流动的博物馆 因为博物馆就设立在洛河和禅河的交纱口 那么整个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遵循着九个字 叫运河园 隋唐运河和合落记 合落记在我们的展馆的内部大厅以及外里面都充分的展现 是拥有了大量的三载工艺 那么运河园因为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枢纽 是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北开造了全长27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 那么通过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整个展览 希望向来此的游客展现出隋唐时期盛世风韵 以及1400年来一直流淌滋养着两岸人民的隋唐运河的风貌 除文物展成外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还设计了丰富多样的互动多媒体环节 将现代科技与古老文物结合 向公众生动阐释大运河遗产的文化底蕴与深刻内涵 请不吝点赞订阅